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国家现在国债收益率曲线还不完善 基本上是因为我们国债交易 它还没有形成一个收益率曲线 这个收益率曲线实际上有些时候还是人们计算出来的 所以这个基础上还需要再进一步加强工作 然后逐步逐步实现 能够使货币政策能够更好地去中国利率水平 通过其他的一些政策要求 能够增强它的传达性 能够更好地体现货币政策的要求